放在门徒中间,口起他来,喀他门说 谁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收留我 谁若收留我,并不是收留我,而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 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 请不吝点赞美你 肺炎病毒就最大了 个个都听他说不出街 个个都听他说上班要淡静点,最好在家里做 个个都听他说不要那么多社家活动 不要那么多饭局 连我们尼撒都避开了他 不过大到这样,你喜不喜欢? 那是挺大的 个个都听他说 可能门徒没有想得那么清楚 这个那么大,大是不是就是好呢? 不过的确实 不过的确实我们生活里面 都可能会碰到一些人 很喜欢认职 认职,认大,差不多 喜欢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 有些东西人做不到,他做到 为什么人会这样呢? 我想,这种倾向 我们走不掉 我们个个都有这种倾向 这种倾向很可能 很可能 最基本最基本就是 觉得这一个我 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我 是重要 似乎我们有这种需要 觉得自己是重要 所以就算不是说认职也好 我们普遍都觉得 自己在人群当中 是要得到别人的尊重 如果人家不尊重自己 是会觉得不舒服 我想这种需要 我们个个都有 我恐怕就走不掉 人之为人 就是需要觉得自己被人尊重 反过来,人家不尊重自己 就是所谓不给我面子 是不舒服的 那当然大和小 但是高和低都是比较 就算你说 我很谦信的 我不会认职的 我反过来说 被人踩你那又怎样呢? 被人让人说你让人比较 被人说你让人比较差 你会不舒服的 为什么不舒服呢? 大和小只不过比较 但是我们不会觉得 自己是想在人面前 是变得很差 很没有价值 被人看不起那种 我们也有一种需要 觉得自己被尊重 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自己在这个世界 是有意思的 有用的 耶稣今天 和那位门徒 给了一个教训 他叫一个最小的小哥来 谁修留他 就是修留我 而修留我的 就是修留派遣我来的那个 派遣耶稣来的那个是谁? 那是天父 修留天父? 说笑而已 我想他修留我 我就差不多 但是耶稣用一个 那么夸张的说话去说 要去点出 点才叫大 大那个是怎么样? 大不是因为人人怕了你 大不是因为你弱都做到 人家做不到 但是耶稣用这个 收留最弱小的那个来说 就是有一份的爱德 就好像耶稣在福音开头里面所说的 而这门徒不明白的 他会为人捨弃自己的生命 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被杀 这种为第二个人牺牲的爱 为最弱小的人 这个所谓收留最弱小的人 为他的幸福考虑 甚至放下自己的生命 为最弱小的人 这个才是最有价值 在那里去肯定自己 才是最有意义 我想耶稣不是说要去否定我们自己的价值 我觉得我们这种需要人尊重自己 需要在这个世界里觉得自己是有价值 这种的需要 是来自天主对我们的创造 天主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似乎好像留下了一些痕迹 留下了一些来自天主的痕迹 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创造是重要的 是好的 是有价值的 天主给我的生命 给这个我 我 是我 由天主来 是有价值的 所以如果你不尊重 我就会不开心 可能我们不懂得表达这个不开心 总之就是不开心 我们会生气 你不尊重我 你不给面子我 你不重视我 你看不起我 其实就是我们内心觉得 你不应该看不起一个天主的创造 天主的创造 在这个我身上是有价值的 应该受得尊重 这一份很基本的需要 可以在人与人之间的世界里面 慢慢慢慢膨胀 膨胀到就是我要双双 我要成为众人当中最大 这个就是一个不健康的发展 但是也需要今天福音里面 指出一个健康的发展 就是将这个需要 找回一个合适的渠道 去流露去表达 去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 就是收留那个最弱小的那个 就是这份爱德的行动 甚至像耶稣那样 为其他人捐起自己的生命 在那里我们真正体验中 我们作为一个独特的天主的创造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意义 要认得在那里认得 但是在那里认得是光荣天主 是光荣天主的创造 因为天主就是爱 什么时候在人间 在每一个个别的你和我身上 出现流露这份无私的爱的时候 也是我们的价值 又是天主的光荣流露 就是我们求天主给我们 有这种意识 有这种能耐 去辨认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创造 去留意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价值 幸好我们能够一方面 活出天主给我们的生命的真正意义 亦都是过程当中光荣天主 来吧 让我们为世界的需要献上我们的祷告 为了今天因瘟疫带来的痛苦 让我们求主锁炼 使众人能恢复和谐 与一切受造之物和平共存 更求主给我们再做一伙珍惜万物之心 宝能忠诚你行受托照管之职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为所有的病人及他们的家属 我们求天主施展大能 因此他们身心痊愈 能参与耶稣基督由苦难进入新生命的奥迹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整个城市 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 各尽其职 并求主支援前线医护人员 社工及教育工作者 特别照顾那些缺乏资源来保障健康的弱势人士 为此我们同声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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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使我们早日脱离逆境 以更生的心感恩赞颂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母 全能人质的天父 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你是我们幸福的全员 就求你苦听我们在深渊所向你的呼求 按你的旨意予以成就 我们感求恩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阿们